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他获得了过半的选票有50.29% 险胜朱利轮有0.58个百分点 虽然是小赢 但是在板桥这是新北市人口很多的地方 又是市府所在地 太具有指标性意义了 显示蓝绿在板桥是可以平分秋色的 蔡英文的气势能不能继续在板桥发挥 母鸡太小鸡的把卷土重来的周雅淑推进国会呢 对手林洪池7年前首度参选立委就拿下当时多席次选区的第一名 她的实力相当坚强 这一场仗不好打 主播郭雅慧带您走一趟超大票仓 看桥 让蔡英文阿姨跟周雅淑有机会为大家帮我 帮帮 悬站背心加布鞋 周雅淑扫街扫静小公园 一路杀进Lady Gaga迟迟 这位曼妙舞室的美女们永远特朗姥乔 周雅淑对保蔡英文才能加入卡 谢谢 一边逗推路一边继续败票 周雅淑重披绿袍 初选打败了卡神杨慧如 成功从戏止跨到板桥 文宣战要把知名度化为支持度 免不了有人当场呛下 虽然是第一次在板桥选 但周亚树对板桥不算陌生 台大毕业第一份工作 就在这里当了两届县议员 从细址镇长到两届立委 有着高知名度 但对手可也不是什么的 这样有得传过来吗 有有很舒服 很舒服啦 工作压力也会获得书解 庙口伴一检一诊和瞞名 群求三年任的国民党立委 林洪池定期和选民掌甘情 七十年前的掌 七十年前的掌 这样的选民服务从国大到两任板桥市长林洪池做了一二十年 这回身份还多了国民党副秘书长的加持 如果便宜 我的助理或服务处主任他们都跟我很久了 民众对于他们也认识 所以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会非常熟练 县北市板桥最大的特色就是人数很多 在这里有五十五万的人口 占全国区下市第一名 也因此在选区划分的时候 就以县名大道作为划分 把它分为是东区还有西区 如此一来立委的选区是比市议员还要更小 候选人在这里比的是基层扎根的实力 还有如何成功跟地方的派系可以结合 出魂声解数 周亚树积极巩固将退生命票仓 跑到选民就说他们很累了 拜托我不要再聊了 那我们就结束了这样 当然选区小免不让强碰 和林洪池擦身而过 两手一握尴尬巧遇 不会因为对手说他对板桥不熟 然后我就放松我的脚步 他在立法院比较倾听党业会稍微多一点 对地方民意的声音可能是比较有点忽略 从历史来看 蓝绿在这里算五五波 2008年林洪池赢了民进党立委 王淑慧一万七千票 但去年蔡英文赢朱立伦 65个里有33个得票互败 蔡英文 刻意把小英竞选总部设在柏桥 献民大道上 无非想发挥母鸡带小鸡的效应 周亚树有了小英的加持 东山再起之路 立抗寻求三路连任的林洪池 各战于世 蔡英文的全国竞选总部在板桥 希望能够有所拉抬 板桥能不能变天就看这一仗了 明天我们要前进树林英哥 寻求东山再起的廖本燕 挨得过抬拳道活手黄志雄的回旋梯吗 两个人延续四年前的战役 再来一次结果会如何呢 锁定2012大决战总统立委选举特报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